好,謝謝,好,謝謝,好,那就開始,好,請幫我把共筆往上一點,就是露到短網址那邊,好,那所有的朋友現在看到線上的朋友都可以先到我們的這個短網址去,或者是你要從我們的這個提案列表到我們的共筆去也可以,這短網址已經非常短了,看著照答也沒問題,好,那非常歡迎大家今天參加我們的線上,線上,線上的這個WikiData的編輯,那WikiData是 WikiData的其中一個紙專案,他將所有的資料都用結構化的方式,收存在資料庫之中,那相信最近大家都感受武漢肺炎的問題,但是其實台灣現在有另外一個資料庫也上線了,其實就是我們的轉型正義資料庫,那轉型正義資料庫非常的好,就是他把所有這樣子受到當審判的人們的資料都有把它整理的相當的完整, 然後放在這個資料庫中,不過可惜的就是,這些資料就只有單一的來源,但是其實這些有些受害者他的資料其實已經散落在民間的各個網站裡面,那我們透過WikiData,用這個轉型正義資料庫作為一個基底之後,我們透過WikiData的這個基底,我們可以去搜集每一個受害者在台灣各地的不同的網站裡面也好啦, 資料庫裡面也好,的不同的資料,可以讓這些人的資料在WikiData裡面,得到最大的串離,以後我們的研究者就可以透過檢索到這個人的WikiData或是Wikipedia,然後連結到這些資料散落裡面,就可以省下未來研究者,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去檢索也好,閱讀也好, 那所以說呢,而且現在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這個轉型正義資料庫,他們雖然有承諾未來要做開放資料的功能,不過這個功能目前, 並沒有上線,而且他的資料的欄位跟一些授權可能還是有一點點不存在,所以我們現在才會想說要用人工的方式,同時將資料庫的資料整理進WikiData中,也同時整理目前網路上所有跟那一個人有關的資料,方便未來研究者去做檢索,以及做分析, 好,那我們今天在三峽有一個實體坑,那面上也有這個共筆,那歡迎大家都可以加入,那我所有跟這個WikiData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這個共筆,然後裡面有相關的連結,那我們都可以在裡面做一些介紹,說明,這邊特別要注意一下,這個專案真的人都不需要會寫程式,會查資料整理資料就可以了,謝謝大家。